你是不配合孩子啊 不配合 为什么不配合 我不想不配合 你是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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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现在 过来 不是谁你叫 不是谁你叫 山西盗墓贼一年到一百多座目 被抓事态度极其嚣张 称自己要找公安局长 反安民警都受到了人身威胁 家里边门口放民币 我的母亲爱人碰到跟侯家关系好的一些 女人包括老人 一直会给他们警告 找回的文物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 而他们的保护伞 让刑侦队长都出乎意外 这群盗墓贼最后又会是怎样的下场 2015年公安局接到报案 文席县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国城市邱家庄勿群正在被人盗绝 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罪立即干往 将正在实施盗墓活动的盗墓贼 逮了个正着 所有人都没想到 时任文喜县公安局民警的张轩 竟是盗墓团伙的头目 将他们抓到公安局以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文物大队队长柴阳 没有立即对他们审问 反而是将他们全都关在了一个地下室 放任张轩和他的团伙们串供 最后张轩死咬住自己逝去散步 无意中发现一个洞穴好心下去看 其他同伙也都统一了口径 最后苦于没有证据 张轩就被取保候审放了出来 而那九个边中则被大队长柴阳 以24万元的价格倒卖 2016年初 张绍华被调到文系县当公安局长 他随即组建了办案小组 在当地一家钢铁厂办公 表面上是在侦办钢铁厂偷盗案 实际上则是重点侦查九屋头孙偷盗谷 没多长时间 他们就接到了九屋头孙报案 整晚上听到了爆破声以为炸话 第二天却发现自己的卖地被人给糟蹋了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 地中间赫然出现一个半米多宽的稻洞 足有十多米深 民警下到稻洞中 发现牧师已经被盗却一空 地面上散碎着一些残留的桃片 以及青铜碎片 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 警员一眼看出 稻洞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这伙盗墓贼应该是有组织 且专业性很强的团伙 不仅能弄到炸药 甚至稻洞的位置都把握得十分准确 使用炸药时距离牧师很激 又不会将关内的文物炸烂 省考古队立即对这里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里竟是大型的碗伤遗存 牧中出土了不少有千年历史的青铜剂 张轩也参与了此次盗墓活动 于是他们决定立即对张轩进行抓捕 然而奇怪的是 张轩好像能喂捕先知一样 六次抓捕行动五次都让他逃脱 最终在第六次行动中 才将他抓获归案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经张轩供述 陆续有二十多名公职人员被抓 他们背后肯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组织者 山西盗墓贼一年到一百多做目 被抓时态度极其嚣张 你是不配合孩子啊 不配合 为什么不配合 我不想配合 警方得到线索 将二十多名参与盗墓的公职人员抓捕归案 警方预感到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黑手 然而这些人却都是死鸭子损硬 对背后主使吃字不解 但文物总有出手的时候 专案组通过侦破手段 得知他要到外地出货 通过部署提前抓住了这个神秘人 由警官一见到这个人 就将他认了出来 这个人绰号侯老二 侯氏四兄弟在文喜仙人近截之 他们在当地各行各业均有涉足势力庞大 面对警方的盘问 侯老二气焰极其嚣张 一点都不打算配合警方的行动 专案组决定 从先前抓住的嫌疑人张轩那里下手 警方拍了几张审问侯老二的照片 张轩见自己的上家被抓 为了积极表现立功 立马就把侯家兄弟给攻了出来 据张轩交代 这座幕在他们发现之前就已经被盗 后来他们贩卖文物的时候 被侯家兄弟盯上 在威逼利诱下 他们才把墓穴的位置说了出来 之后这里就成了侯家兄弟的管辖区 在抓获嫌疑人侯老二两年后 他的妻子小娟也被警察抓获归案 在搜查他上海的住所时 警方发现了一把保险柜的钥匙 这是一张委托书 是侯老二委托一个性格的文物贩子 拍卖一件商贷青铜宫 交易价约为1300万 格某是一个文物收藏者 警方在他家里找到了这件青铜宫 顺着线索 警方又寻回了八件 已经被卖掉的遗迹文物 大多都是在酒物头村挖出来的 为了鉴定文物的价值 警方还特地请来了文物专家 专家看后也是嘖嘖赞叹 三个青铜甲 一个青铜雷 一个青铜盒 一个青铜质 一个青铜菇 一个青铜绝碑 这件青铜宫是件酒器 该为龙头型 细身装饰有龙纹兽面 兽鸟图案和雷纹 概念和气地有天原的滋养为遗迹文物 2016年6月 随着嫌疑人猴老二的落网 依靠盗墓起家的猴氏四兄弟相继落网 根据他们提过线索 警方后续又抓捕了几百人 好多就是当时有些受害人 好多都遭迫害 跑到外地了 我们给他约回来 他们不敢到公安机关 他们也害怕 所以这些我们都马上约见受害人 他们认为哪不安全 把我们到那 警方通过不断的调查发现 侯氏兄弟不仅是盗血骨露 他们还涉及上百起刑事案件 在办案的过程中 专案组感觉到了异常 如此嚣张的盗墓黑帮 为什么能在当地横行多年 他们背后的保护伞绝对不一般 山西盗墓贼一年到一百多座墓 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 警方经常感觉到 背后有一股势力 在不断的干扰 甚至连办案民警都受到了人身威胁 家里边门口放民币 我的母亲 碰到跟侯家关系好的一些 女人 包括老人 一直会给他们警告 因为他们是在我这放出话 就是你们就干 要是出了事 咱们老大可以把你捞出来 捕墓周围村庄 装有六十多个摄像头 并且时刻有民警巡逻 盗墓贼又是如何得手的呢 2016年11月 为了查找更多盗墓案件线索 专案组特地从监狱中 找到了一名叫老妇的犯人 他在盗墓界是十分有名的人物 这个盗墓老手 一定知道很多关于盗墓团伙的内部消息 警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撬开了老妇的口 他说在盗墓的时候 从挖出过一锅鸡汤 有两千多年的一个顶里边有鸡汤 把顶盖敲开 亮亮的里面的东西 哪能看见 鸡骨头啦 这些东西还能看得很清晰 当初出来的时候 我们刚做出来的 马上几秒钟一会 黑眼 能能能够 据老妇说 这个顶因为食物腐化 臭气形调 所以他给这个顶起了个名叫臭顶 经过追查 警方在一个林坟的文物贩子手中 吹回了这个臭顶 整个顶成三足两耳的形态 在顶盖和顶身上 都有精致的明文装饰 价值难以估量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 一个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人 逐渐浮出了水面 他就是时任文喜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景一鸣 而就在这时老妇又交代出更为惊人的内幕 他说二十多年来 他参与到挖的出土文物最贵重的一次 是在2014年 当时他们挖出四口箔中 最大的一口重重56公斤 老夫听说这四件东西 就是大老板要的 警方在寻找这几口大冬的时候发现 文物已经被人辗转卖了好几手 警方费了不小力气 才将这四口箔中追了回来 同时找回的还有四百多件文物 大多是青铜器和玉器 其中一级文物六件 二级文物四十一件 三级文物八十件 买家向警方交代 盗墨分子多次提到的幕后大老板 其实就是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景一鸣 并且共同参与盗掘播中行动的一个盗墨团伙 这时主动站出指认了他们的老大就是景一鸣 而在后续的调查中 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事情被查出 景一鸣和侯老二是发小 怪不得侯家四兄弟 能在这里盘踞这么多年 原来背景这么强大 2017年警方将景一鸣抓获归案 据他交代 警方找到了一个他们商议盗墨事宜 偷藏盗掘文物的地下室 刚一进去 里面琳琅满目的珠宝礼器 就把所有人给警到了 这堪比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后来景一鸣执法犯法 被警方提起公诉 最终被判处了误期徒刑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